法相中大本山 要是不是 日本天舞天华时期 实施佛教国教化时建造的官司 寺院中的钥匙塔 更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代表 看似六层的钥匙塔 实则为三层塔 各层屋顶大小重叠的律动链杆 又有凝结的音乐致养好 犹如转六道众生 三屠烦恼 为大乘常驻三宝 由于天舞天皇时期 大力保护佛教 甚至将佛教佛教化 因此开始建造大观大寺 据说至西元6920 全日本已有545所寺院 而首读中国诗经的圣德太子信佛前程 更推动日本开始遵循族家思想 利益模式 所制定的17条线法 更为当时不秩序的日本官僚 和惠主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多变成的17条线法 为法捐躯的安息之地 尤其以圣唐寺庙建筑风格所兴建的唐召体寺 不仅是日本律中的总本山 且为位列日本国宝的中日友谊寺院 更是位居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圣地 当时以六巡高陵六部日本 红传佛法的唐朝建筑大师 不仅为日本建立了正规的佛教建律制度 更将佛法与汉唐医药文明传入日本 使日本医药知识更完整 透过唐朝提寺所保存的文物 将可认识唐代建筑大师 诸多利益六道众生的公鸡与死悲精神 诸多利益六道众生的公鸡与死亡 诸多利益六道价 李尤吉 不4与利益六道人 不5急 不7 不7 不4 建政和尚要来日本船舶的过程 经过多少的磨难 包括台风海难政府抓 等等等等 感知到肉体瞎掉了 他还是要坚持这是一种愿力 所以菩萨以愿力做生命 要把真理佛法建律传到日本人 这是一定他过去使人愿 所以天真和尚是一位轮回中的度众生的菩萨 现在有一定在古墩的地方 继续在轮回 所以有一句话 轮回是菩萨的境界 苦难是菩萨的修行 所以各位呢 为了很多家人为了困苦的地方 来承受苦难 去弘扬活法 是要精进的 永远保持在大飞机 永远要消除我职 安住在无我的空性 可有没有 就说 我们贝娘建筑上建法工房 把务场建成的 那就是 悲愿 然后呢 我们有恋爱的 然后我们要把国防传到日本人 但是为了要就传到国防 对啊 我们也具有一个永不克服的意志 那他就有負心 大負心負責心 那如果你還有我職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 他也無量解又精進 才能夠消除 他內心的貪生時 而用慈悲感化的眾生 而用慈悲進化的世界 這才是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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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心清静了 很平静 进一步 你跟药师佛的力量合为一起 药师佛的力量 透过你在念 专注打坐的时候 或是行走的时候 或是属念珠的时候 散发出去 散发出去 所以我想难得有机会 各位休息 但是呢 又能够不让自己得到传染病 又可以帮助传染病赶快过去 然后打坐啊 念佛啊 非常好 像我很喜欢洒甘露水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这个甘露水代表药 所以把很多的 不好的传染病给净化的 而且不施甘露 给这些众生可以离苦得乐 帮助这些恶鬼道啊 帮助这些众生啊 帮助鱼啊 帮助树啊 帮助草啊 就是用慈悲的力量 就可以净化这些传染病 痛苦的一切 所以大家多练习 南无观音菩萨 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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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北岳山脉向东南微移而下 在山西东北部形成了五座山峰 五峰拱卫连绵 这便是中外文明的五台山 传说很久以前 五台山叫做五峰山 气候异常恶劣 冬天滴水成冰 春天飞沙走时 夏天酷暑难当 夏天气候异常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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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为何出现在龙宫 阿弥陀佛 我是一个四处行脚的云游僧 来到这里是为了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这块能够散发凉气的石头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这些龙石是我们龙宫的至宝 我只能在边上乘凉 岂能借给你们凡人 石不相瞒 我借他是为了拯救世人 少说废话 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 既然这样 我要拜见你们龙王 大师要借歇龙石 正是 不行 大师借什么都行 唯独这块歇龙石不能借 这是为何 我们龙族晃了几百年 才从海底将它打捞上来 这石头清凉异常 我们龙族 尤其我的龙儿 每天工作都汗水淋漓 灶热难耐 只有在石上歇息养神 才能消热至臟 如此说来 这石头在龙宫 仅仅用来解暑 若能送去路上 却能解救天下苍生 孰清孰众 还望龙王鸣记